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冰川融化、海水膨胀是海平面上升的主要原因 请看本台记者秦鸿军的报道 据NASA调研报告 格陵兰岛和南极冰原融化的速度持续加剧 海洋暖化和膨胀的速度也远远超过以往所见 自1993年以来 全球海平面已上升了约90毫米 每年增加3.3毫米 最近 尤其是今年 世界变得更热了 在近10年内 雅加达地区已经下沉了2.5米 导致几乎有一半区域位于海平面以下 极易受到潮汐风暴和洪水的侵袭 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 由于地下水被过度抽取 休斯顿的部分地区每年以2英寸的速度下沉 其所受到的自然灾害的影响也在加大 美国弗吉尼亚海滩是美国东海岸 海平面上升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估计 到2100年 弗吉尼亚海滩附近海平面上升至12英尺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爱尔良一些地区地势偏低 位于海平面以下15英尺 并位于河流三角洲地带 因此容易受到海平面上升和洪水带来的影响 新的研究称新爱尔良和迈阿密将在下个世纪被淹没 因为海平面上升使400多个美国城市越过了不归路 海平面上升至12英尺